初秋之后也进入到火锅的旺季 不过却也爆发今年油电双涨之后 最大规模的火锅涨价期 至少有9家的火锅业者宣称 为了要反映油电和食材上涨的压力 都会在最近调涨价格 这其中包括了全台市 占全台市占率第一的前都涮涮锅 还有人气火锅店满糖红 天外天等连锁店 其中前都经济锅从原本的150元 160元涨价到160、170 另外满糖红的吃到饱 调涨了50块钱 其他业者涨价的幅度最高 甚至达到了55.4% 民众忍不住抱怨说实在太贵了 而公平会也将会展开调查